《女生寝室》第四十二集 萧静的房间积满了灰尘 里面的摆设杂乱无章 显然他平时很少打扫 整个房间里最干净的地方是他的书桌 那也是他用的比较勤的缘故 方圆在他的房间里搜寻了一会儿 没有找到什么特别的东西 萧静的生活很简朴 除了一些日常用品外 几乎没有任何消费品 电视机 电脑 收音机 能与外界沟通的电器一律没有 倒是书籍密密麻麻摆满了房间 看来他从不关心外界发生了什么 只在意这些书籍 这些书大多是医学书与心理学书 偶尔也有一些经典的外国小说 方圆一本本随手翻阅 两个小时之后他累了 没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萧静把钥匙送给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方圆颓然地坐在他的桌上 手托着腮 望着桌上的书丛陷入了沉思 方圆沉思了半天 还是没想出个所以然来 倒是右手无意中摸到了一支钢笔 这是一支很旧的英雄牌钢笔 刻在笔套上的字迹都磨得难以辨认了 看来萧静用这支笔用了很久 他用这支笔写了些什么呢 方圆心里一动开始翻出抽屉细细地查找 终于他找到萧静压在抽屉底的笔记 原来萧静有写笔记的习惯 这些笔记有些是他的读书心得 还有些则是他思考的记录 在他生命最后的这些岁月中 他详细而细腻地记下自己对死亡 对人类自身的反思与探索 方圆看得很投入 很快就被萧静笔记的内容所吸引住了 死亡 生命 心理学 这些他都感兴趣 笔记中记录了这么一段 人类从来没有完全认识自身 宇宙万物都在运动 人类可以感觉到其中一些粒子的运动 眼睛可以感觉到光粒子的波动 我们称之为嗜血 耳朵可以感觉到气体振动 我们称之为听觉 鼻子可以感受到气味粒子的振动 我们称之为嗅觉 舌头可以感觉到有味粒子的振动 我们称之为味觉 人的躯体可以感觉到 接触物体时的振动 称之为触觉 科学已经证明 人的思想其实就是一种脑电波 也是一种微粒子的振动 为什么感觉不到呢 是人类缺少感觉 这些微粒子振动的器官 还是这些器官已经退化呢 看到这里 方圆突然想起了 萧静的那双蓝色的眼瞳 他的眼瞳有一种神奇的魔力 似乎能够看穿他的思想 难道萧静一直地研究这种 看穿别人思想的奇异能力吗 这就是所谓的心灵感应吗 用自己的心灵去感应别人的心灵 这种事情在国内外的 孪生同胞中屡见不鲜 但相互之间 没有血缘关系的心灵感应事件 却极少的 多半被当作了巫术或者是迷信 天色渐晚 房间里的光线越来越暗 这个房间几乎是密封的 关上窗户与大门 就如同一个大铁盒子 方圆合上笔记准备离开 这时候他听到了轻微的脚步声 如果不是太寂静 他根本就不会察觉到 房间外会有脚步声 声音很轻 渐渐走进房间 竟然在门外停住了 随后门外传来清晰的钥匙声 还有钥匙插入锁孔 轻轻扭动的声音 方圆的心里一紧 全身僵硬 坐在那里动都动不了 这么晚 怎么会有人来消敬的房间 而且来的人身上 还有房间的钥匙 究竟他是谁 方圆没有动 他不敢动 不知怎的 浑身直冒冷汗 手里握紧了笔记本 眼睛死死地盯着房门 他隐隐约约的听到了一声猫叫 说也奇怪 猫叫后 锁孔转动的声音突然停住了 钥匙从锁孔中抽出 脚步声又响了起来 依然很轻微 越来越小 逐渐离去 声音消失很久 方圆才重重地吐了口气 额头上冷汗淋漓 来的人是谁 他为什么来这 又为什么突然离开 一连串的疑问 扣在方圆的心头上 他有些后悔 自己应该追上去看看的 方圆藏起 萧静的笔记本 慢慢走出萧静的房间 他轻轻打开了门 探出头朝外面望着一眼 藏书室里空无一人 半庭办理的公告牌 已经挂出来 那个管理员早就回家去了 刚才那人会不会 就是值班的管理员 方圆希望是他 不然他不知如何解释 刚才发生的事 方圆几乎是桃一样的离开了图书馆 他不知道在他身后的暗影处 一双蓝色的眼瞳 诡异地望着他 医学院的食堂早就关了门 方圆在楼下的小店里 买了一包方便面 回到了441女生寝室 徐昭地还在蒙头大睡 也不知他想睡到什么时候 苏雅还没回来 已经一整天没见到他的人影 不知他跑到哪儿去了 肚子饿得咕咕叫 方圆管不了那么多 自己烧开水 泡方便面吃 十点钟 西灯哨响起 医学院里的灯光 一个个地熄灭 苏雅这才 悠哉悠哉地回到了寝室 他也怪 这种时候 他还一个人在外面游荡 如同是孤魂野鬼一样 苏雅离睡之前 看了一眼蒙着被子的徐昭地 眼中闪过了几丝 不以察觉的冷笑 方圆猜测 他是嫌徐昭地 这种睡觉的样子难看 据方圆的观察 苏雅或多或少 都有一些洁癖 以前她在寝室里 是洗澡最勤的 而且她不管回到寝室 有多晚 都要慢腾腾地 洗脸洗脚之后 才上床睡觉 她的床铺 禁止寝室其他女生触摸 不仅仅是床铺 凡是属于她的东西 都讨厌别人触摸 似乎别人摸一下 都会污染掉 她自然不知道 徐昭地心情不好 好在她也没有 再做其他动作 这一晚寝室 相对来说倒也是很平静 一夜无画 方圆一觉睡到了天亮 天亮后 方圆洗漱完毕 准备出去吃早餐的时候 虚昭地却还没有 从被窝里起来 方圆心中很担忧 轻轻揭开了虚昭地 蒙在头上的被子查看 虚昭地睡得正香 鼻孔还在轻轻地呼气 空气从鼻孔中出来 凝成白色的雾气 方圆摸了摸西照地的额头 并没有发烧 她这才放下心 帮她把被子盖好 安心离去 上课的时候 方圆心神不宁 总是感觉一些可怕的事情 正在发生 但是她又不知道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她仿佛站在锋利的刀尖上舞蹈 稍不留意 就会粉身碎骨 万劫不复 而且整个上午虚昭地 都没有出现 虚昭地不会出了什么事情吧 越是这样想 心里就越不安 根本就没心思上课 一下课 方圆就心急火燎地 赶回441女生寝室 打开门进去一看 虚昭地还在睡觉 她怎么还在睡觉啊 从昨天下午算起 她已经睡了十几个小时了 而且这段时间内 她历米未尽 这多多少少 有些异常 虚昭地 起来啊 方圆轻轻地呼唤 虚昭地依然呼吸均远 起床吧 虚昭地 方圆加大了声音 虚昭地还是浑然未觉 快醒醒 虚昭地 方圆急了 凑到耳边大声地叫着 不断地摇她的身体 虚昭地竟然还没有醒过来 方圆正住了 这么大的声音 虚昭地睡得再熟 也应该会被叫醒 可是竟然还是在睡着 这是怎么了 方圆不敢迟疑 马上打电话给学校医务室 医务人员很快就赶到了 可他们也和方圆一样 无论用什么方法 都叫不醒虚昭地 虚昭地竟然沉睡不醒了 他被送到医学院的附属医院 经过医生们的详细检查 得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虚昭地成了植物人 方圆不相信 一个人好端端的 怎么会成为植物人呢 呼喊 针扎 电击 能用的方法都用上 可是徐昭地就是不行 医生告诉方圆 现在徐昭地的大脑 只保留着低级中枢系统的功能 只剩下呼吸 消化 排泄等部分功能 连最基本的吃饭动作都完成不了 他的高级中枢神经系统 已经全面瘫痪 限于停止运作状态 除非有人能唤醒他的高级中枢系统 否则他只能这样一直半死不活 那他怎么会变成这样 方圆的心都碎了 徐昭地是他在医学院里的最后一个朋友 一般来说 植物人的形成 一般是因为脑部受伤或者逆水中风 窒息等大脑切血缺氧以及神经系统功能衰退 我们检查过了 他的脑部没有受到外伤 也没有逆水中风 更不可能是神经系统衰退 唯一可能的就是因为窒息而脑部缺氧 方圆想到徐昭地睡觉的样子 医生 他回到寝室之后 一直用被子蒙着头睡觉 难道会因为这个吗 可能是吧 医生说得有些含糊 但那怎么可能呢 仅仅就是蒙头大睡 会把人脑部置 心而变成植物人吗 方圆记得小时候自己经常蒙头大睡 那还不是一样没事吗 医生 你说真的有这种可能吗 方圆言辞很恳切 他是我的好朋友 在这举目无亲 和我一样是农村来到医学院求学的 理想是成为一名医术高超 医德高尚的医生 可是他现在居然成了这样 医生 求求你告诉我真相吧 医生左右望了望 确信父亲没人 这才叹了口气 其实我也感到奇怪 很疑惑不解 这是我所遇到最诡异的植物人 人即使在睡觉中还是有意识的 他蒙头大睡 如果感到呼吸困难 还是会自然醒过来 这种既没有外伤 又没有发生意外 突然变成植物人的病例 我还是第一次遇到 这么说 医生你也不能确定 虚照地变成植物人的原因吗 医生有些尴尬 退了退眼镜 你也不要着急 我会咨询一下国内这方面的专家 看看有没有这种先例 总会有办法证得清楚的 话虽如此 医生的语气却摆明 他根本就没有把握 看来这个疑难达政 也难住了他 方圆知道再问下去 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 心情郁闷地离开了附属医院 秋色浓了 医学院里的小树林 树叶都掉光了 光秃秃的 如一个个风干的老人 穷枝斑驳 脚下的枯叶沙沙地响着 空气中弥漫着 淡淡的腐烂的气息 方圆漫无目的地 在小树林里绕来绕去 走得累了 干脆直接坐在地上 望着瑟瑟妖女生寝室发呆 小树林的泥土有些腥味 其中夹杂着一些 腐烂的昆虫的躯壳 偶尔有秋风吹过 将地上的落叶席卷起来 落叶飘在空中 如一个舞者 在进行生命里最后的舞蹈 这时 方圆情愿 自己是一个白痴 至少白痴的世界 是那么简单 快乐 容易满足 小树林的这些生命 树木 花草 昆虫 小鸟 它们的智慧远不及人类 但它们活着的时候 总是开开心心地 尽情地去感知 这个世界 而身为万物之灵的人类 为什么还没有它们开心呢 突然间 方圆什么也不愿意想 已经是正午时分 太阳依旧耀眼 方圆伸出手 抚摸那些淡金色的阳光 阳光在它指尖跳跃 却全然没有往日的温度 竟然还带有着几色寒意 好冷啊 秋风偶尔路过 小树林里所有的树木 都被惊得瑟瑟发抖 这时候 一个穿着白色休闲裤的人 走到了方圆的身边 停住了 方圆懒懒地抬起头 看到了苏雅 苏雅手里提着一些香烛名钱 眼圈红红的 似乎刚刚地哭过 她怎么会哭呢 金燕平与桃冰儿的死 苏雅没掉一滴眼泪 她又为什么是痛哭呢 接下来 苏雅说的话 更令方圆惊恶不已 方圆 能不能陪我去一个地方 一向冷酷高傲的苏雅 竟然会要求方圆 陪她去一个地方 她究竟要去哪里 方圆答应了 其实她也对苏雅感到好奇 想多知道一些她的事情 一路上苏雅没有说话 方圆只能默默地跟着她 两人出了医学院 上了公车 坐了一个多小时 到了远郊才下来 下了车 前面是一座大山 满山轻松脆摆 轻松脆摆下面 却是一座座数不清的坟墓 这里是南江市的公墓地 苏雅来到这做什么 她为什么要带方圆来 现在不是祭拜扫墓的日子 公墓里看不到人影 方圆望去 一个个灰色的墓碑 无声地树立着 肩默无语 仿佛如老式黑白电影中的雅具 两人上了山 走了一会儿 走到半山间新开辟的坟群 苏雅停住了 在她前面是一个新坟 方圆流行看了一会儿 墓碑上刻着 郭庆龙之墓几个大字 出生年月是1984年8月 死亡时间是2004年4月 在墓碑上还贴了一张黑白照 照片中的男孩 气宇宣昂 风神清朗 没想到却会这么早死 甚是可惜 苏雅也不言语 默默地点燃香烛 焚烧名前 香烛的火焰一闪一闪的 被秋风吹得东倒西歪 飘忽不定 一些明前的灰烬 从地上月气旋转着 飘浮着 想要抓住秋风的手 飞向更高的天空 却被无情的秋风 撕得更细更小 终于还是化成灰色的尘埃 无奈坠落 混入泥土之中 不知为什么 方圆看着苏雅 心里也仿佛被什么压住 莫名地涌出几分悲气 仿佛听到一首 凄凉的音乐般 自始至终 苏雅都显得很沉静 一直没有哭出声来 她的眼圈变得通红 似乎在强忍着泪水 却终于没有忍住 眼泪还是无声地流了出来 止不住地流着 香烛还在燃烧 冥前却渐渐地熄灭 偌大的公墓上 只有她们两个人在这里扫墓 夕阳将她们俩的影子 拉得长长的 在轻松脆白的映衬下 幽静而清冷 天似乎要坠下来了